Can you love your clothes? Hello所有Lookin的讀者大家好 我是蔡明佑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 我的包包 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平常到底 出門在外包包裡都放那些東西 這是我前年去拉斯維加斯 去逛街Outlet的時候買的一個包包 然後它是Coach的包包 我很喜歡它的顏色 究竟我出門在外都帶什麼呢? 口香糖 藍牙耳機 裡面很方便 無限的 一定要戴的就是口罩 跟我今天的衣服還蠻搭的 樹幹簽名筆 喜歡我的朋友 或者是認識我的朋友 想要找我簽名的時候 這個就 家裡鑰匙 然後我剛剛摘下來的手錶 剛剛摘下來的戒指 還有這個潤喉糖 好 我們來看看裡面有什麼呢 進那個 髮廊之前 就是很需要一頂帽子 不然頭髮會太炸裂 它是熱膚的 美顏的 一個天使肌 Chat to chat的 這個很厲害 它這個會發熱 然後 你沾一點那個精華液 然後這樣子 早上很水腫的時候這樣推 然後推一推 你就是 你的臉就消水腫了 對 這個是 大概我全身上下最娘的東西 因為它是粉紅色的 然後我的錢包 這個是Fendi的很可愛 有一個小眼睛 錢包裡面要看看有多少錢嗎 好 我還是低調一點好了 這是我的小袋子 我會放一些濕紙巾啊 然後裡面會放衛生紙 可是這個衛生紙剛好用完了 防曬 旁邊曬黑 定型 Spray 經過東三門 台北車站 我都要這樣進去 因為那個冷氣啊 它都會很用力的吹下來 這個時候就很需要這一瓶 自己帶水壺 然後不要用寶特瓶環保 這個是我的修飾乳 可以讓你的皮膚看起來非常的亮 然後它可以重複的補 你就不會看起來太暗沉 Snowbird 很不錯 要現場示範一下嗎 哎呦 好不好 是不是還不錯 哎呦 哎呦 它的質地其實還蠻細緻的 然後你就是擦在臉上啊 就是可以幫你遮遮瑕啊 重點是呢 它不含酒精 也不含任何香料 所以是一個非常自然的一個質地 很好用 推薦給大家 這是我的保濕 就我平常會這樣噴一下 環保杯 這個是我一定出門要帶的東西 你一天如果喝一杯的話 你一個禮拜就喝了七杯了 然後一個月就喝了三十杯了 全世界這麼多人對不對 所以我們其實要為我們的環保 盡一分力 另外一個分裝袋裡面有很多法寶 我的護唇膏 有點類似香水的東西 你可以擦在耳後擦在手上 眼藥水 去自比 尤其是白衣 沾到咖啡什麼的 這就超好用的 牙線棒 不是我自己用 是幫朋友準備的 然後小罐的香水 流汗的話很好用 液態的OK棒 當然要很重要的就是 專輯 我在路上或者是通告間 可能會遇到一些 我沒有料想到會出現的朋友 所以我就會趕緊 就是剛剛那個素杆筆加上專輯 我就可以趕緊簽給它 這樣就不會很失禮 變性劑是我的第二張全新專輯 裡面的歌都非常好聽 希望大家可以去聽聽看 今天有一點下雨 所以我有帶雨傘 然後還有我的充電器 另外一個分裝袋 但是它的那個頭有點壞掉 我還把它這樣貼起來 因為它還可以用 反正裡面還有我的環保 湯匙還有環保叉 反正總之是環保餐具 筆袋其實跟了我很久 我從高中用到現在 就是我的一個社團的女性同學送給我的 就是我把它保留到現在 沒有東西了沒有東西了 好以上就是我的私密包包的分享 在這間都畫面 用作詞圖會輕弗的 不要緊拍ous 來 помque你 我會這樣做 我會這樣做